嘿Siri 提醒我每个礼拜二傍晚去跑步 好的 提醒我到家的时候喝水 把洗发金加入我的购物列表 没问题已加入提醒事项 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提醒事项加上Siri 会变成怎样一个强大的工具 我相信应该非常少人有在使用 iPhone内建的这个提醒事项的APP 因为常常你可能想到什么事情 然后你想说等一下要用手机记下来 结果你就忘记了 这也是使用Siri来新增提醒事项最大的优点 就是不管你今天iPhone是解锁或者是锁起来的状态 你都可以把Siri叫出来 然后新增提醒事项 而且使用Siri还可以加入时间或者是地点 甚至把你想要买的东西加入购物清单 因为像我自己常常想到要买什么东西 可是下一秒可能就忘记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把Siri叫出来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直接加入你的购物清单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要用Siri加入提醒事项要注意哪些事情 因为你跟Siri讲话其实要明确一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后面最好加上时间 像是五分钟后或者是三个小时之后 明天下午或者是后天早上之类的明确时间 那除了说出明确的时间点之外 你也可以使用早上中午傍晚或者是晚上这几个字 那如果你加的时间是早上的话 它会设定在早上7点 然后中午或者是下午的话呢 它会设定在中午12点 然后傍晚的话是晚上6点 然后晚上的话是晚上7点 那这边有一个很容易搞混呢 就是你说中午或者是下午的话 它都会帮你设定在中午12点 那我们举几个例子 例如说 Hey Siri 提醒我明天早上去买牛奶 好的你的提醒事项已设为明天上午7点 它就会设在7点钟 然后我说提醒我明天下午去买报纸 好的你的提醒事项已设为明天中午 对这边就是我刚才讲的 如果你讲下午这两个字的话 它会设定在中午 那设定完之后呢 它就会在这个明确的时间 出现通知提醒你 它会有一个通知列 然后会有一个声音 像是这样子的通知 那这个通知呢 它也会在不同装置之间同步 就是今天除了iPhone之外 如果你有使用iPad的话呢 它也会在iPad上面通知你 那我现在把这个App打开 只是想要示范给大家看 但是其实从头到尾 你都可以不用把这个提醒事项的App打开 那有的时候这个提醒它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显眼 或者它的声音比较小 然后你害怕你没有听到的话 你也可以让Siri设定闹钟 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就是 你可以使用Siri设定重复提醒的事项 像是你可能每个月都要缴账单啊 信用卡费啊 或者是订阅某些App 你要记得取消之类的 这都非常的好用 那这个重复的长短你可以自定 像是每个月几号啊 或者是每三个月一次啊 或是一个月一次等等的 那我这边示范一下 嘿Siri提醒我每个月13号要缴信用卡费 好的你的提醒事项已设为2021年8月13日开始 它就会设定成每个月重复的提醒事项 嘿Siri提醒我每年6月要报税 好的你的提醒事项已设为2022年6月1日开始 像这种每年的周期的提醒事项也是可以的 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非常强大的 就是你可以让Siri指定在特定的地点提醒你 像是你的住家啊或者是公司 那这个部分呢必须要先建档 我们先来看一下要在哪边建档 首先去打开你的联络人 然后在联络人的最上方这边呢 你会看到你的个人资料 然后你点进去 这边你就可以去新增你住家啊 或者是公司的地址 就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编辑 这边 编辑点进去之后下面 这边有可以编辑地址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新增地址 然后你也可以帮这个地址 新增一个名称 那基本上呢它只限制在像是住家啊 或是公司这些比较常用到的地方 那像我这边就先建立了一个家 还有公司的地址 那建立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让Siri在特定的地方 提醒我们做一些事情 例如说 提醒我到公司的时候打卡 好的提醒事项已设定完成 它就会变成就是你抵达公司的时候 它会提醒你要打卡 或者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提醒我到家的时候打给老板 好的 它就会多一个抵达的地点这样子 那我刚才有尝试想要建档 就是例如说超市啊 或者是7之类的地点 但是我发现它那个名称 我没有办法建档成功 那如果你有建档成功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 就是提醒事项里面列表的功能 就是今天你使用Siri来新增提醒事项 你也可以把它加入不同的列表 像是购物清单啊 或者是你的工作的点子之类的 那经过我测试之后 我发现Siri它没有办法 辨识太复杂的锯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限制在一些 比较简单的动作跟物品 是比较可行的 那新增列表的方式呢 就是进到提醒事项的APP 里面之后按一下 右下角这个新增列表的按钮 那在里面呢 你就可以去客制化你的图示 这边有非常可爱的图示 像是这边有小熊啊 或者是鱼之类的 新增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试看看 用Siri来 新增不一样的提醒事项 到不同列表里面 那这边呢 要注意一下 你跟Siri讲话的时候 你都必须要使用列表 这两个字 例如说购物列表 或者是工作列表 Hey Siri 把牛奶加入购物列表 已加入你的购物列表 它就自动加入了我的购物清单里面了 Hey Siri 把剪片加入工作列表 我找不到剪片加入工作列表 这就是Siri的问题 就是Siri它有时候没有办法判断你在讲什么 所以就是加入列表这个部分 我是蛮建议就是使用购物清单就好了 然后再来下一个呢 我们要讲到就是这些列表 它都是可以分享的 就是例如说今天呢 你跟你的家人想要共享同一个购物清单的话呢 你可以点到这个列表里面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三个点点 在这里点下去 它就会出现这个选单嘛 这边就有一个共享列表 点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分享你这个购物清单 那以上呢 就是使用Siri来新增提醒事项的小技巧 我觉得用这个方法呢 可行性跟实用度又大大增加了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试看看 然后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觉得这个方法好不好用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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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